大家好,我是Reason,瑞森老哥 其实,回合这个词最早是用来描述古代战争中的车战 有人认为,车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的时代 很多神话传说中出现了马车、指南车的原型 但事实上,这一部分内容缺乏史料的作证 所以很难判断到底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车战 所以有关车战的历史一般认为要从夏朝开始 春秋时期更是车战的鼎盛时期 与大规模的骑兵作战相比 车战要早得多 在周代的史料记载中 每辆战车上会在三名甲氏和作战的武器 三名甲氏按左、中、右排列 一般情况下,位于中间的甲氏是战车的御者 负责驾驶车辆 左方的甲氏持弓,主要负责射箭 也是一车之掌,称为车左,也叫做甲手 右方的甲氏手持矛或者割 在与敌车相会的时候,对敌车上的甲氏进行攻击 称车右,也称作参胜 当两军交战之时 战车上的车左负责远程攻击 比谁更能百步穿扬 战车靠近后,车右负责进展 同时还肩负保护车上其他人的职责 而这一个过程称之为义和 也就是香蕉的意思 而如果交战中没能成功击中对方 那么遇者就需要把十远的战车掉头 准备进行第二次的对攻 战车掉转码头的这个过程就叫做义回 所以小说中出现的某与你大战三百回合 更多的是一种英雄的塑造 点燃战场激战的氛围 真要是按照古人眼中的回合 就算人有体力攻防三百次 战马也要累到跑不动了 除此之外 古代士兵们的装备 也不允许他们打上三百个回合 古代士兵们上阵杀敌 所拿的兵器和盾牌都比较重 并且对于战车上负责近战的车右来说 要求要更高 车右手持的长矛 一般都在三米以上 在行进的战车上 保证使用长矛的精准性本身 已经很难了 而从进攻到吊转战车 这一个回合 少说也得几分钟的时间 三百个回合下来 十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人和马都是长时间负重奔袭 别说三百回合 能不能用好兵器 守护好几方士兵支撑到一百回合 都是个问题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大战三百回合也是不现实的 既然大战三百回合做不到 那双方将领会一对一单挑吗 答案当然是有的 不过在历史长河中 一对一单挑的场景却并不多见 古人把一对一单挑的模式称作挑战 听筹类要中有这样一句话 两军继秋各以骑将出斗 为之挑战 解释了挑战的具体含义 而有史料可考的挑战 就要说到有枪剑双绝美誉的后堂名将夏鲁奇了 旧五代史《夏鲁奇传》中说 从周德威攻幽州 燕将有善庭规 原形轻 实称骁勇 鲁奇与之斗 两不能减 将时皆士兵纵观 夏鲁奇只身单挑两位骁勇大将的场面 应该堪比现代动作大偏了 不然将士们也不会放下武器 只看他们交手了 吕布也曾和郭四单挑过 《英雄记》中记载 郭四在城北 不开城门 将兵救赐 盐 且遇兵 但身杰胜负 四部乃独共对战 不以毛刺重赐 四后骑岁前救赐 四部各岁两怕 虽然单挑最终作罢 但是郭四受伤而逃 已经足以说明这场挑战的赢家了 除此之外 据《史记》《高祖本记》记载 项羽当年和刘邦一同 站在广武舰对阵的时候 项羽以楚汉对峙多年 百姓备受煎熬为由 向刘邦提出挑战 刘邦听后 隶属项羽的十项罪名 然后说 无以义兵从诸侯诸残贼 使刑于罪人击杀项羽 何苦乃语攻挑战 一口回截了项羽单挑的请求 当然 代价就是怒发冲冠的项羽 直接用埋伏的弓箭射中了刘邦 让刘邦不得不卧床修养 比起单挑 古代战争中有一种更为常见的方式 叫制师 古代军事家们非常重视 军队战斗时的精神状态 并提出与士气相关的概念 比如曹贵论战中的 服战 勇气也 魏辽子战危篇中 也说到士气的问题 明之所以战者 气也 气时则斗 气夺则走 因此 在古代战争中出现了很多激发士兵斗志的方式 制师就是其中的一种 古代有专门负责制师的官职 周礼下官中说 还人 长制师 郑璇也对其做了注视 说制师的人 必须要表示出其战斗的意志 要先让勇敢的将士主动进攻对面的敌人 史记 周本记中说 帝咒文武王来 一发兵七十万人聚武王 武王使师上府 于百夫制师 以大族持帝咒师 说的是周武王派上府 江子牙和百余明士兵对敌军制师 然后率领战车士兵和虎奔勇士 进攻咒王的军队 最后咒王的军队没了士气 纷纷背叛了咒王 由于制师在形式上和挑战很类似 所以人们会把制师和挑战进行互议 不过 有学者认为这一说法并不严谨 有可能这种说法是受到了左传宣公十二年中 杜狱用单车挑战来注视制师一词所带来的影响 杜狱之后 许多助家沿用了杜狱的说法 后汉书《光武帝记》中 李贤对于挑战的注视是 挺身独战也 古未知制师 见左传 但是挑战和制师并不属于同一词 挑战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敌方投入战斗 制师主要是为了振奋军心 减少己方的伤亡 制师一般是在两军阵前进行的 也是大战开场前的序幕 继而直接开战 而挑战则不一定是在阵前 也不意味着双方会立刻开战 甚至有可能对方并不应战 正如前面所说 吕布单挑锅刺之后 两军并没有立刻开战 而项羽挑战刘邦时 刘邦直接拒绝 也同样没有立刻应战 而且挑战中有中世纪欧洲出现的决斗的味道 是一对一的进攻模式 致师更像是以少对多的主动攻击 突破对方的第一道防御 更像是现代的先锋队 是真正的勇士才能参与的环节 有小伙伴或许要问了 制师一定都能凯旋吗 这个问题就要说到 左传中一个有趣的故事了 乐伯在制师之后 面对靖青的反攻 凭借自己优秀的剑术 一次次通过弓箭阻止靖青的包围 但奈何剑使总有耗尽之时 等他再次摸向剑壶的时候 壶中仅剩了一只赌剑 在这危机的时刻 正巧有一头迷路 闯入他们的视野中 所以乐伯果断用这只剑射中迷路 然后抱着迷路送到了 进京的爆鬼车前 乐伯向爆鬼拱手施力说 能作为献礼的真情还没出现 所以这只迷路就作为 献给您随从的佳肴吧 爆鬼当即下令停止追击 并圣赞乐伯是君子 不过爆鬼停止追击 并不是因为收了迷路 而是乐伯献礼 在古代是有说辞的 叫顾献 追击的一方收下之后 也要以礼相待 不能再进行追逐 在古代 顾献作为一种彰显实力 和贵族风尚的礼节 在崇尚礼制的春秋时期 非常流行 而在春秋之后 战争的规模和主力兵种 发生了变化 禁奴等兵器的出现 让致尸者变成了 真正意义的众矢之地 所以致尸这种形式 在春秋之后 就逐渐消失在了 历史的舞台上 话说回来 许多古装剧中 展现出的将领单挑的场面 总少不了一个鲜艳的红色披风 看起来微风凛凛 但从实际的角度来说 这些披风有什么作用呢 现代人们口中的披风 在古代应该称作斗篷 短的斗篷曾被称作配 长的斗篷因为环绕周身的样子 很像中 所以也被称作异口中 古代军队中 将领身上的斗篷会更为精致 也代表着将领的身份和地位 在实际的战争中 由于将领的斗篷非常醒目 几方士兵更容易注意到将领的号令 保护好将领的安全 并且知道将领一直同他们并肩作战 军队的士气也能受到鼓舞 同时 古代战争一般持续时间较长 长时间在野外风餐露宿 所以不能奢求太多 斗篷在这种时候就起到了保暖的作用 脱下的斗篷可以当一个简单的被子 随意一裹就能预寒 还有一点就是 一场大战下来 想要不受伤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一场战斗结束之后 将士们会快速查看几方伤亡情况 撕开斗篷 对伤者进行临时的包扎 这时候的斗篷就起到了止血的作用 当然 或许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彰显主将的威风 毕竟 强弱是一时的 帅可是一辈子的 而且斗篷能给主将带来一种威严气势 能有效地震慑敌军 鲁梭曾说过 毒史使人明智 纵然历史中没有太多小说和影视剧里 单挑的场景 也少了许多热血和刺激 但却能让人们了解古代战场的真实 也让人们懂得 虽然胜败乃兵家常事 但其中意义不灭的是 人类的赞歌 勇气 如今 人们习惯称呼那些 吞噬了大量士兵生命的惨烈战役为 绞肉机 例如一战中伤亡达到70万的凡尔登战役 但随着战争机器的更迭进步 这样巨大的数字已经逐渐消失 现代战争更换了它的面貌 大规模投入兵力相互消耗的战争 似乎成为了过去 但在工具落后 除了仰仗人力 堆砌人数以外 别无他法的古代 那些叫得上名字的战役 多少都可被称作绞肉机 古代战争以最原始的方式 拒绝生命 而攻城战 则属于其中成效最为突出的一类 攻城战的惨烈程度 甚至连我们这些数千年后的看客 都不免质疑 为何一定要付出如此代价 攻下城池 简简单单的绕过 岂不是更好 那么 古代将领们真的可以轻松绕过 面前的城池吗 今天 瑞森就带大家 走进城池与战争之间的真正答案 在说到城池与战争的关系之前 我们首先要明白城池的意义 城池中的城字 指城墙 池则指护城河 是中国等东亚国家 古代的军事防御建筑 后野范指有军事防御设施的城市 因此 对古人来说 修筑一座城池时 需要抉择的不只有贸易 环境等因素 军事意义同样在选址考量中 占有很大比例 也就是说 一座城池的规模和军事设施的多寡 并不仅仅取决于 城池的政治意义与经济价值 在古代 决定这一点的 更多在于城池的军事意义 我们能够举出 很多在军事上 具有重要意义的城池 例如襄阳 汉中 与徐州 他们虽然不是遍地流游的富甲之地 但都因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成为了古代最有价值的城池 对军队来说 面前的城池 不仅仅是辉煌的战果 他们更是战争得以继续进行的通行证 与影视剧中 一马平川的攻城战不同 实际作战中 军队很少能够面对 平原上光秃秃的城池 这些具有军事价值的城池 通常都建立在 山地或显要地势之中 他们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了阻挡大部队 迅速通过难以行军的地区 占据唯一一条交通要道 军队虽然可以选择绕过这些城池 但这样做会极大增加作战的成本 行军的时间本就漫长 若绕过面前的城池 就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补给 也会影响到军队作战的事情 更别提险要之处 本就地形崎岖复杂 难以通行 如果将整支军队都投入到 绕行的小路上 势必会造成多余的伤亡 还要面对资重补给 无法通过的情况 而即便在平原上 绕行也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 绕过城池 继续行军 交通运输线会成倍的拉长 兵员投送也跟不上 物资补给 无法及时到达 更怕被敌军截杀 拉长阵线的疲惫军队 选择绕过城池的另一个坏处是 这样做便相当于 将整支军队投入到敌方主场中 毫无方向的四处乱窜 若是小谷的先前部队还好 但一整支军队想要自由通行 却不被发现 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将领而言 这些恶手要盗的城池 无一不建立在 令人头疼难忍的位置 但反过来说 攻下这些城池的回报 也同样丰厚 自己无法绕过这个城池 就意味着 敌军也无法轻松绕过 双方在此拥有同样的条件 想要夺回此城 敌方势必 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而这些城池 尝试一手难攻 往往凭借着天然地势 就能阻挡敌军的一部分进攻 换成几方占领 不仅能够以一挡摆 还可以为前线的作战 提供后援和终继点 可谓一举两得 但若将领无论如何 都要绕过这些城池 那么军队除了要面对 以上的风险外 头上仍然有着 另一层浓重的阴云 那便是被敌军前后包夹 下饺子 虽然古代通信不变 但城池与城池之间 并非静态 互相孤立的 两个城池之间 会使用各种方法 进行信息的交换和沟通 一旦绕过城池的事被对方发现 那么在攻打下一座城池时 就要做好敌方里应外合 而自己父辈受敌的准备 甚至可能在 还未离开敌军作战范围时 就陷入包围圈 落得各被一举歼灭的下场 而绕过城池 进行作战的收效 也是很低的 我们都听过这样一句话 秦贼先秦王 他实际上是指挥作战时 要首先破坏敌方的指挥系统 也就是将领和一众官员 而攻占城池 则是破坏指挥系统最好的办法 如果不然 指挥系统一直存在 那么这场战役将会没有尽头 敌军没有遭受任何损伤 反而是己方变得更加疲惫 对于军队来说 完全是得不偿失的行为 因此我们明白了 绕过城池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 瑞森就来聊一聊 如果选择占领城池的话 军队又能获得怎样优渥的回报吧 自古以来 人们进行战争 无非是为了以暴力获取什么 抛去以宗教弥幕进行的战争外 战争带来的都是土地 钱财与人口的增加 而作为聚居地的城池则三者兼有 可以说 如果不攻占城池 战争似乎就失去了 它为数不多的意义 如果军队选择稳扎稳打 攻下面前的城池 那么这座城中的财富与人口 以及城池所控制的土地 都将收归自己所有 而这种回报 并非只是象征意义上的 它对战争的继续发展 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攻城战是极端消耗军队的一类战役 在攻拔城寨后 军队已经遭受了莫大的消耗 简缘情况则尤为严重 那么被消耗的士兵 要从哪里补充呢 当然是来自城中的人口 很多军队不仅会在城中 征召撞钉补充兵力 有时还会大开玉门 将罪犯纳入部队之中 而攻城战中留下的俘虏 也能成为兵员 对急需补充兵员的军队来说 攻城完全是件力大于弊的事 而长途跋涉作战的军队 需要补充的并不仅仅是兵力 还有粮草和休整的时机 攻下城池后 士兵不再需要风餐露宿 短缺的粮草也能从城中得到补充 疲惫的士兵能够休息 扶起县也有了中转战 大可以等待兵员的投送跟上 再继续进发 在作战中 军队的修整十分重要 它决定了士兵的士气 与作战能力 因此为了提升士气 古时很多军队都曾有过 城破之后截掠三天的口号 为的就是利用这段时间 去提升军队的士气 但攻城战回报随风后 将军们也不是傻子 如果可以兵不卸刃 出其不意地绕过面前的城池 那么一些果敢大胆的将军 还是会选择绕过城池 直倒黄龙 但这么做不仅需要胆量 更需要足够的谋略 在直倒黄龙这件事上 中外各有意出色的将领 完成了耀眼的功绩 其中一位是迦太基的将领 罗马人的克星 踏选行军的名将 西方战略之父 汉尼拔 接管父亲的军权后 发誓与罗马人势不两利的汉尼拔 乘着第二次步逆战争的东风 进攻罗马 面对被罗马人牢牢掌控的地中海 汉尼拔选择兵出显任 带领大军翻越比利牛斯山 穿过高卢人的领土 在秋季到达阿尔卑斯山脉脚下 并完成了任谁看来都不可能 也不应该完成的任务 以半数军队作为代价 在冬季翻越了阿尔卑斯山 一整支军队 就这样毫无征兆地空降在罗马人身后 毫无防备的远征军统帅西壁阿 此时还在忙着如何通过海陆 将派出去的军队运回意大利 但为时已晚 天降神兵的汉尼拔此时势头正胜 他不断追击慌张的罗马军队 使整个意大利北部的部落 全部倒向迦太基阵营 并接连完成了辉煌的胜利 汉尼拔的名字服役出世 便达成了震惊西方世界的功绩 而在遥远的明朝 朱棣也试图让自己的名字与天子等同 他试图推翻自己的侄子 建文帝朱允文 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 一是按部就班 先攻下济南 再挥师南京推翻朱允文 但济南是块硬骨头 军队不仅可能遭到严重的减缘 也许还会被拖进僵持状态 战争便迟迟不能结束 对自己有弊无力 因此朱棣选择了第二条路 《明史姚广孝传》中记载 朱棣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听从姚广孝的建议 绕开济南 直接挥师南京 并成功在关键的战役中 拿到了决定性的胜利 最终 他完成了自己的宿命 成为了明朝的第三代皇帝 明成祖 虽然瑞森为大家举出了 两个直倒黄龙的成功案例 但对古代战争来说 稳定的后勤保障和修整 对取得胜利 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很少有将领会明知风险 也要赌上军队以身犯险 因此即使知道攻城战的惨烈 大部分将领 还是会一步一个脚印的 攻下面前的城池 因为承担在他们双肩上的 并不仅仅只有自己和军队 还有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兴衰命运 提到气势辉红的古代战争 许多人或许会想到 使用云梯攻城 先是一群舍生忘死的先锋兵 顶着剑雨向前冲锋 许多人在冲锋中倒下 而剩下一部分人 幸运地到达城墙下 他们随即将手中的梯子 往城墙上移架 接着就拼命向上爬 而守城方则会使劲向下砸石头 放滚木 泼热油 试图将梯子上的攻城士兵打下去 虽然又是石头又是滚木的防守 看上去很酷 但你是否疑惑过一个问题 这帮家伙为什么那么执着于 往下砸东西 而不是试着直接把梯子推倒呢 如此守城 难道不是画蛇天足 攻城云梯究竟为何能在实战中奏效 今天跟着瑞森一起来看看 那些古代攻城器械中的战争奥义吧 早在夏商周时期 便已经出现云梯的雏形 在《施大雅黄蚁》中曾记载 以尔勾园 以罚重拥 意思就是 用你那些爬城勾园 攻破崇国的城墙 而其中的勾园 也在早期社会中 扮演着云梯的角色 许慎在淮南紫兵略讯提到 云梯可依云而立 所以看敌之城中 所以云梯的云 只依云而建 重点突出一个膏子 除爬楼攻城 还可以在远处探查城中情况 虽然它发端于夏商周 可人们普遍认为 功能完整 可实用的云梯 是春秋时期的鲁班发明的 而与多数古代影视剧中 古代士兵直接架梯子 攻城不同的是 云梯并不只是一架 孤零零的梯子 而是通常拥有 带滚轮的尖石底座 可以推动行驶 再至于开头提到的 为何守城士兵 总爱用炮石往下砸 而不选择推倒梯子这件事上 其实并非是 他们不想推掉云梯 而是办不到 首先在战斗阶段 工程方往往使用 抛石机、弓箭等火力打击 来掩护云梯的架设 工程方的火力压制 使守城者光是靠近云梯 都变得相当困难 守城方想从城墙的堕口间 长时间露出脑袋 也不现实 因为这很快就变成 一种工程方的打地鼠游戏 即便守城方找到了 合适的探头时机 想要推倒云梯 仍异常艰难 这是由于梯顶端 终有可以勾住成员的勾状物 可以保护梯手 免遭守军的推剧和破坏 而墨子被梯中也提到 云梯者重器矣 在现代食物还原后的重量 普遍在石墩之上 想要推倒极其困难 所以守军只能选择炮石滚木 对云梯周边士兵造成杀伤 到了唐代 云梯得到了改进 主要变化是在主梯之外 增设了一段 可以活动的副梯 顶端装有一对轮轴装置 鹿鹿 在登城时 就像一个能登城的机械臂一样 无需人台肩扛 云梯可以利用鹿鹿轻松整城而上 而到了宋代 云梯在唐代的基础上再升级 主梯分为两段 中间则以转轴连接 折叠式架设 使登城更便捷 为保障推梯人的安全 宋代云梯将云梯底部 设计为四面有屏障的车型 并用生牛皮加固外面 使滚石滚木更难威胁到 在推云梯车的士兵 古代云梯技术 虽发展到高超地步 但还是有可以与之对抗的守城技巧 比如守城将士 会先将城墙上凿出许多洞口 然后使用长脊刺杀顺踢而上的敌人 或者从洞里伸出粗木棍 抵住不让云梯靠近城墙 而守经从城墙上往下交由点火 也能逼退云梯 由此 云梯一旦不起作用时 工程方只能另想办法 一般而言 工程武器分为远攻与近战 而远攻使用最多的自然是弓箭 万箭齐方往往能让守城方抬不起头 而除了强大的压制力外 弓箭的箭头有时也会包上粘了油的布条 甚至火药 工程时使用弓弩设置敌方城池 用以焚毁木制塔楼造成混乱 除了强大的弓箭武器外 弩也是相当强劲的工程武器 其中最入名的 那就算宋代的三弓床弩 它又称八牛弩 发射三弓床弩也极其困难 需要多达十名士兵操作 分别负责瞄准装填以及利用脚盘将弩弦拉开 在宋时 魏批传接载 旧床子弩设置七百步 另批增造至千步 在宋代 一步和1.536米 这意味着三弓床弩的最远射程 达到惊人的1536米以上 可谓是古代超级狙击枪 公元1004年 辽国在抵挡住了数次北宋的征伐后 骑兵南下 包围坦州 当时刚刚继位的宋真宗在职承扣准的利剑之下 顾不上害怕 为救谭州之围 御驾清征 在皇帝清征以后 君明人等受到极大鼓舞 而真正决定战局的 则是城上的一架三弓床弩 当时辽国名将萧塔岭 经常带着少量的骑兵部队 在距离谭州大约六百步的地方挑衅 对弓箭来说 六百步早超出了射程 但对三弓床弩来说 却不到射程的一半左右 随着弩箭瞄准萧塔岭后的嗖啪一声 萧塔岭当时坠马而亡 由于辽军国内形势吃紧 急于速战速决 主将的突然死去 又让契丹军队军心大乱 最终辽宋停战 达成谭渊之盟 一发入魂 结束战争 三弓床弩可谓鞠躬至尾 而在弓箭战中 八牛弩也有替代云梯的作用 它强大的爆发力 使射出的箭矢能够深深插入城墙 而己方的士兵则可以踩着这些大型弩箭 攀上城墙 除箭与弩外 投石车也是攻城利器 这种武器可以把巨石投进 敌方的城墙和城内造成破坏 相传抛石机发明于舟袋 叫抛车 是一种纯使用人力的抛石机 一单用绳索扇住容纳石弹的皮套 另一端吸引许多条绳索 让人力拉拽而将石弹抛出 著名的关渡之战中 曹金曾运用霹雳车击毁援军的卤楼 唐代时也有人力投石机击毙安石判金的记载 到宋代 长弩即可以发射大型弩炮 也可以抛石 于是投石机开始普遍使用于城池攻防 公元1126年时 金兵气势汹汹的攻变金石 曾一夜安炮五千余座 获使守金退下城楼 一时尽使变金郊外再找不到石块 但最有名的投石机应该是欧洲中世纪的重力抛石机 传到中国后被称为回回炮 回回炮发射利用杠杆原理 一端装有重物 另一端装有石弹 发射前先将放置弹药的异端 用脚盘滑轮拉下 而附有重物的另一弹也在上升 瞄准完毕后放开或砍弹绳索 让重物的异端落下 石弹也顺势抛出 这很好理解 大致就是你想在翘翘板上休息一下 突然100个石瓦星格踩在了另一边 而这股力道能将约120公斤的两个尼 抛出270米的距离 有石头石机也装内装火药的空心炮石 用以点燃引线后发射 威力十分强大 除远程外 近战武器也多种多样 木曼是一种装有木板做掩护的工程车 最早出现在战果时期 可以对抛射物进行缓冲 而焚温车可以算作木曼的升级款 表面萌上的生牛皮 使车辆能在推进中抵御箭矢 使其可以内在食人 推逼城下 以工程做地道 不过焚温车虽然护甲不错 但还缺点攻击性 冲车弥补了这一遗憾 它也称灵冲 是一种被装甲包裹 用冲撞力破坏城墙或城门的工程塔 世界上最大的冲车 是灵冲旅公车 相传是受风于旅地的江泰公发明 但真正实用的冲车 最早出现在宋代 暗有八个车轮 从高度来说 车高约12米的零冲旅公车 是冲车中的哥斯拉 而能承载数十名士兵的人数来说 就像印度人的面包车 一出现在战场上 就会引起敌军的骚乱 车中除了装备有长兵器外 还常常载有强弩石炮 可利用自身高度 从车中直接向城内射击 破坏堕墙 士兵登城就像从船家板上上岸一样 如履平地 出远进城工程武器外 许多辅助器械也曾大放异彩 如潮车和望楼车 唐代通点冰点记载 潮车是一种抵矿安有八轮的 车上数亿长杆 上面吊悬板屋 可以观测敌情 因形似鸟巢而得名 左传记载 潮车最早建于公元前575年 时禁楚两军站于燕陵 楚共王登上潮车 观看禁军动向 到了宋代 潮车被称为望楼车 功能也比过去晚配 用于四项撂网 挥起指挥 除撂望敌情外 越过天欠也相当考验军队实力 作为一种渡壕沟的力气 壕桥车必不可少 自战国时代便有使用简易壕桥 在宋代 壕桥多是在围城时 工方就地取材制作 且普遍装上轮子 做成车型 使用时将其推至乘壕中 在以车轮嵌入地面固定后 可供工程士兵和器械通过 如果城豪过长 还会使用结构较为复杂的折叠桥 随着火器时代的到来 多数工程器具 也淡出了历史舞台 此后恐怕也只能在影视剧中见到了 不过通过对古代工程器械的研究 我们也能从这些奇妙的装置中 看到古人的奇思妙想 令人拍手称奇 在特洛伊 斯巴达三百勇士 巴霍巴利王这些古典战争电影中 导演往往会将身穿盔甲 手握利剑的士兵交战场面 渲染到宏大杯状 当镜头给到第一排冲锋的士兵面部特写时 往往可以瞬间点燃瑞森身体里的荷尔蒙 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看来 在古代战争中 这些冲击敌阵的第一排士兵 理所当然的是整个军队存活率最低的一支部队 所以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 总是能够让每一个人心生敬畏 然而你是否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 在真正的历史中 如果我们成为那些冲锋在最前面的士兵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今天就让瑞森带你走进他们的世界 在军事部署中 判断一个士兵能否成为先头部队的先决条件 就是勇气 如西夏军队中 以勇敢善战的汉人 组成的先锋队就被称为撞命狼 基本上就是敢死队的祖宗 可以说 以命相搏是第一排士兵的重要标签 然而在亚欧大陆的另一边 早期的罗马军事长官却发现 无论新兵老兵 位于第一第二排的先头部队 都会伤亡惨重 还有许多第一排的士兵 甚至会临阵脱逃冲散几方队型 为消除这一情况 军队开始使用死刑犯以及穷鬼 充当第一排送死的士兵 这些人往往横竖都是一死 不如压上自己最后的性命 去战场上缩哈一把 如果输了 无非就是早一点重启人生 而如果他们能在战斗中 幸运的战胜不死 那么死刑犯会获得自由 穷人可以一夜暴富 所以他们才能够毫无据意地冲锋在军队的最前线 为真正的士兵撕开伤口 所以在罗马的军团里 也许有人曾经作奸犯科 有人穷得揭不开锅 但是他们都坚信 自己有光明的未来 用死刑犯当替死鬼 并非罗马独创 甚至在一些兵远紧张的国家经常被采用 目的是为了减少长备军的伤亡 但是到了共和国时期 罗马军队也不再使用罪犯 第一排士兵 开始由年龄稍长 经验丰富 服役七年左右的老兵组成 他们被称为哈斯塔迪 战争开始阶段 哈斯塔迪会先使用一种 名叫皮鲁姆的重镖枪投向敌人 然后再挥箭冲入敌阵 他们成为军队攻坚时最锋利的矛 而罗马军队这样的调整是有原因的 古代战争中时常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 战争中失败的一方 因为老兵的数量锐减 而不得不招募新兵 而缺乏经验的新兵 会再次败给对方的老兵 导致屡战屡败 毫无疑问 那些缺乏经验的死囚穷鬼 与新兵武艺 他们不能够为军队打开局面 反而容易在一开始的短冰箱街中 落入下风 挫败我方的士气 导致战局急转直下 所以 为了最终的胜利 避免卷入这样的循环往复的势力中 后来的罗马军队的长官们 更青睐用老兵组成第一排军队 他们能够成熟老练的 面对任何作战情况 为自己的军队占有先机 且他们本身就带着 九经战场的肃杀之气 更能够激起全军的士气 引导着军队迈向胜利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 誓死如归的精神 害怕死亡是人的本能 而且这些士兵也不傻 凭什么为了长官的仕途 而葬送自己的生命 所以 即便是有些意志坚定的老兵 面对必死的局面时 也可能选择逃跑 想要人人都在精神层面上 汉不畏死 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古代的军队 又是如何让他们心甘情愿地 冲在第一排的呢 他们的答案很简单 那就是用物理的方式 让他们汉不畏死 在军纪严格的罗马军队 一旦有队伍临阵脱逃时 就会采用十一抽杀式的刑罚 即在十人中用抽签罚选出一人杀掉 就好像一群人抄作业被发现后 老是让他们划拳决定下一个幸运儿哀骂一样 相较之下 秦朝虽然也出现过与罗马类似的惩罚 但在形势上更加严酷 当时的士族每五人编成一武 如果其中一人逃亡 其余四人也要连作 就好像一人抄作业被发现 然后整个学习小组都要接受惩罚 只不过在尺度上稍有不同 逃跑者被抓回后会处以急刑 其余四人挨完板子后 要再受两年劳役 到了东汉末年 逃兵的连作制度变得更加害人听闻了 当时曹操在军队中施行士级 也就是由长居于此的本地人参军 一旦发现有士兵临阵脱逃后 军队便直接登门家访告家长 只不过形势上要残酷的多 他们会将他的父母妻儿抓起来拷问 逼问士兵的下落 这些惩罚虽然听上去非常残忍 但如果只从战争的层面考虑 因为将战争的胜负 强行和士兵的生死 家族捆绑到了一起 确实有强大的约束力 使得第一排的士兵们 彻底断了逃跑的念想 但一个军队想要长期稳定 光有罚肯定是不够 有赏有罚才成事件 秦朝时期以首级论功 斩获敌军假释首级一枚 加决一级 这对于秦朝的普通士兵而言 无疑是巨大的诱惑 像王俭 蒙田 李信等多位秦国民将 最初也都是从无名小卒 一步一步凭借打怪升级 在战场上疯狂刷惊艳 最终成为军队高丸 在明朝时期 也有类似奖励 七级光治下的七家军 斩首一级赏银三十 这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 为了防止别人吃肉 我喝汤的局面发生 所以勇猛的七家军士兵 更愿意站在第一排 以便最先向敌人发起冲锋 获取军功 支撑一个士兵站上第一排时 内心的勇气 以及对国家的忠诚方面 全贫自决 而真正落到实处 让人甘心为这而战的 还得靠古代军事家建立的 富有智慧的赏发体系 这些规则 巧妙地化解了士兵内心的顾虑 即使站在第一排 直接面对敌人时 不再那么单纯任由 要死还是要逃的想法 来主导身体 因为明白了游戏规则后 一切开始变得简单 逃跑一定死 杀敌有重伤 想要过得好 就得向前冲 可即便有着明确的赏发体系 但是在瑞森看来 依旧不是一桩划算的交易 作为一支部队最先与敌人 短编相接的士兵 他们在很多人眼里 更像是一堆炮灰 真要轮到军功赏营的时候 估计坟头草头两米都高了 然而 在真正的历史中 那些冲在最前面的士兵 其实并不完全是 满脑子热血的莽夫 恰恰参反 他们反而是最精明 最懂得保命的士兵 老年间 茶馆里说书的 有句水词叫 两军对阵 先行射住阵脚 在冷兵器时代的交战中 最核心的要素 还是弓箭护射 而古代弓箭手有一个特点 他们并不追求 像现代的狙击手一样的 点杀对手 而更倾向于 成阵型的船舍 他们不求一击毙命 反而只需要让士兵受伤即可 因为在医术滞后的古战场 多数士兵在中箭几天后 也会死于伤口感染 所以 在杀伤力差不多的情况下 弓箭手们追求更大的杀伤面积 有经验的部队 会选择合适的传射羊角 使弓箭覆盖更多的敌人 冲在最前面的士兵 在这时 往往会被忽视 看着大多数箭矢 飞越他们的头顶 然后密集落在身后的中部区域 第一排的士兵 反而能够捡回一条命 除去远程的弓箭攻击 军队对于近距离的接触战 十分谨慎 尤其是在两军胶着时期 一般不会出现 所有士兵冲出来 上演万人街头群架的场面 而是只在短冰箱街的区域 会有部分士兵陷入混战 大部分部队仍处于待命状态 此时 为了能够持续作战 军队的阵型会发生改变 第一排部队混战至历劫后 会迅速退回战阵 后排的部队则会顶上继续作战 这种轮替就像旋转木马一样 不断地在战场上形成新的敖战 所以无论是近战还是远攻 第一排的士兵的生存几率 还是很高的 至少不是我们想象中 纯粹的炮灰 或许可以这么说 士兵能站在第一排事件幸运时 他付出了自己的勇气 也收获了相对的安全 他也能在短时间里 获得更多荣耀 拿到军想赡养父母 不管谁站在哪里 身处什么位置 第一排也好 最后一排也罢 士兵也好 将军也罢 如果想要在战斗中活下去 除了战胜 别无他路 残酷的是 人也许可以胜一时 却不能胜一世 人类能否找到一个 一直不败的方法呢 瑞森相信 一定有的 那就是和平 在遥远的古代时期 战场上总是刀光似习的 既有堂堂正正的进攻 也有尔虞我差的谋划 宋代军事思想家苏巡认为 攻守之道 各自有图 一约正 二约旗 三约伏 理想状态下 自然是出旗与伏击 制胜对手最佳 但并非每一次都有这样的机会 如果对方真的一直缩在城中 拒不出战 许多谋略都无法实现 此时只能选择正面硬杠 两支实力强大的军队 在野战中冲杀 尚且伤亡惨重 那攻城战可谓是一场 终极矛盾对决 古代战争中的绞肉机 只是 在火炮还没出现的时代 古代军队又是如何攻克 坚固的城池的呢 难道攻城真的只是一股 近攀登城墙在无脑厮杀 今天 将瑞森带你走进那些 古人攻城掠地的惊人故事 前中书小说中写道 城里的人想逃出去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婚姻尚且如此 对于在城内外将军的心情 也是这样 进攻城池前 城外的将军会做的第一件的事情 也就是围城 否则不加限制地 让外面一直送粮送兵 城池永远破不了 围城分很多种 将城墙四周全部驻扎军马 防止城内的敌人出来 城外的敌人进入 这或许是许多人眼中的围城 而实际上 除正常的军马围城外 也需要将城墙外围 挖出一圈壕沟 而且要在壕沟两侧 放上巨马 钩刺 防止城内人翻阅 甚至更狠的 就干脆在围城的壕沟之外 再修一堵墙 将整个城市围死一圈 当然 此方法也有很大缺陷 若将敌城四面围困 也容易使敌军困兽游斗 决一死战 所以古代军事家 通常会围城必切 大意就是围城时 只围三面 这样可以保留守军的侥幸心理 使城中军心散乱 如三国时期 曹操击败河北元氏 为元少之侄子于虎关 此城坚固良多 要功则士族疲伤 要手则千言日久 曹人向曹操提议 围城必缺战法 正是这种简单的改变 引起了城中的心理变化 不久之后 首将就开门投降了 可谓攻城为下 攻心为上的典范 当然 如果因此引来了援军 围城方也用围点打援应对 如李世民围困洛阳时 曾歼灭了增援的斗剑德军 不过 围城必缺战术 并非每次都能凑效 若是遇见缩头乌龟 军队还是得考虑攻城 但这并不意味可以硬上 城墙上的弓箭手 长子弩会成为冲锋士兵的噩梦 而高耸城墙上的云石 横木 滚油 也让攻城变得棘手 所以寻找合适的主攻进攻时机 很重要 守城方也不会将兵力平均分配 双方都在进行着选择与拉锯 城池的任何一点被突破 都可能导致权限的崩溃 看清局势非常重要 攻城方为了了解城内的兵力布置 守城器械等情况 通常会在城外构筑起高台 而守城方也并非是单纯的归缩在城内 而是会依托地形围绕城池打造立体化的防御体系 如在周边山岭上设置营寨堡垒 在护城河周边设置箭塔等 攻城一方需要现在耐心将这些城池之外的防御据点逐一拔掉 拔掉外围据点之后 攻城部队便可进一步地压缩守城方的空间 而士兵躲在盾牌后面推着填豪车不断推进 逼进后先将护城河填平 为后续进攻扫清障碍 除此以外 攻城方还可以通过挖地道进攻 与想象中不太一样的是 挖地道也并不总打算从地下钻进城里 有时也为损伤地基使城墙塌陷 当然 守军也可能沿着城墙设置水缸 来探查地下是否有挖土的声音 如果发现后 可能会通过烟熏坑道进行反制 如果这样都没有潜入城中 或使城池塌陷 那攻方只能另行出路 选择守军薄弱点试探进攻 这需要各部间的紧密配合 首先 士兵在向城墙发起冲锋时 会使用盾牌掩护 降低对方的远程杀伤 当然 如果对方拥有投石车或者床弩这样的重型武器 那就需要弓箭手对城墙上的守军进行压制 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掩护冲锋的士兵 当这些士兵冲到城下后 则有两种方式进攻 一种使用冲车冲击城门 另一种则是利用云梯攀登城墙 在实现这一目标前 往往需要让弓与主弓结合 先四面扰之 再攻其一面 出其不意的集中兵力单点爆破 一旦某处被突破 后续的进攻士兵就能源源不断地从缺口处涌入 迅速占领城楼 而如果从守方从城上各个方向持援 那攻方的其他部队 也可以趁机展开多点进攻 彻底瓦解守军 正面的攻城虽然很具看点 但并非是每回都能成功 也有韧劲十足的硬骨头 比如宋元战争中 由于丁亥之变和新卯之变后 鼠口首相退至八鼠腹地 三关五周遭到蹂躏 端平二三年 盟军轻易突破鼠口 攻略四川内地 十五十四州巨线破 卢奎州一路 及卢果和树州仅存 在这样的危急时刻 建立山城体系抵御盟军的进攻 已成为了南宋朝野上下的共识 石人认为 钓鱼山是蜀中关爱 地势优越远胜过十万军队 实际上 十万这个说法还是太谦虚了 钓鱼城在加西四年守住 在宋盟战争史上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期虽有其他著名山城 如抗盟二十余年的紫云城 抗盟三十四年的神壁城等 但都不如钓鱼城 抵御盟军三十九年来的长久 这是由于钓鱼城位于嘉陵江 渠江和福江的交汇处 三面环水 一面峭壁高耸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而在城池内部 有大量粮田和绵延布绝的丰富水源 又使钓鱼城具备长期坚守的地理条件 钓鱼城在出驻时 于介将河州县民迁到钓鱼山上 此后 王坚调发十七万人最后一次完善城防 而绝大多数民众留下 与军队一起保卫钓鱼城 军民同心 朝廷派往四川者大多为国之栋梁 如于介在任八年 敌不禁边 王坚多次击退蒙古 击毙克汗蒙哥 首将张玉 刚决永逸 临危不惧 这也使钓鱼城始终在组织军民抗战到底 而南宋军民的头脑里 卢文化与汉族才是正统 而蒙古族是异族入侵 这也是钓鱼城军民坚持反抗蒙的原因 钓鱼城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是蒙古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攻破的城池 蒙哥在城下的身亡也使蒙古息争放缓 间接挽救了欧洲事件 欧洲人奔走相告 上帝之边折断了 钓鱼城被誉为东方麦家城 在奋勇抗争39年后 南宋灭亡大势已去 而且忽必烈答应 绝不伤害城中百姓 守城的32名将军 全部自吻 英勇信国 大义至此 令人逼三 而城中百姓因此在蒙古人 屠城城峰的时代 全身而退 或许还算是种安慰 钓鱼城屹历39年实属罕见 而在多数攻城战中 进攻成功的案例也是多如牛毛 怪招频出 如公元1349年 蒙古人在围攻坚步可摧的卡法城时 竟将鼠疫病死者的尸体 用投石机抛入城内 使卡法城的许多士兵和居民 染上鼠疫 弃城西逃 降藏在木马肚子里混进城中 也是著名的攻城方法 公元前1193年 因特洛伊王子帕里斯 从希腊王宫中带走了斯巴达的王后 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 海伦 这引发希腊联军对特洛伊 长达十年的战争 由于特洛伊城固之间难以攻克 英雄奥德修斯献上妙计 让希腊士兵全部登上战船 制造撤兵的假象 并故意在城前留下一具巨大的木马 在特洛伊人高兴地把木马 当作战利品抬进城 并在当晚彻夜沉缅美酒歌舞时 藏在木马腹内的20名希腊士兵 打开城门 里应外合 特洛伊就此沦陷 火宫也是著名的攻城方式 在春秋时期 肃怀意志的齐国 趁进军出力之际 背弃中原联盟 想要带进称霸 靳平公亲自领兵与各国盟军 一同与齐国决战 联军追击至齐国首都 资城下 在九宫不克之下 靳平公创造性地使用了火宫 攻克了城池 在崇尚贵族式战争的春秋时代 可谓是种创举 既有火宫 水宫自然也少不了 燕影之战中 秦国民将白起率军伐楚 在客战处境的威王关头 白起趁楚王城池废池之机 一股作气成孤军攻入楚国 并创新式地采用绝水攻城的战术 攻克别都燕城 取得最后的胜利 总体而言 古代工程并非简单冲锋 而是种既拼兵力 又比既谋的脑力薄弈 无数经典案例 也值得人们一再品味 除此之外 瑞森注意到 似乎无论相隔多久 人们都能从南宋治世 聚守山城抵抗蒙古的故事中 汲取力量 可见英雄并非某个王朝的产物 而是一直在人们心中 山城将士从挺身而出时就注定了 他们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温暖而耀眼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瑞森 瑞森老哥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见解 或者觉得视频某方面有误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下期再见 下一期再见